從管逼零到立法院去答選之後 各種答出來的結論呢 就是什麼沒有結論之外 發現我們有Viva 可是看不到 我們有通聯對話內容 也不提風 最重要是航基圖 通通都不給 因為不能給 那誰下的令 誰決定要這樣幹 把信稿這麼大 當立法院白銀說要設調理小組 把這個快艇案 所有的資訊 公開給大家看的時候 民進黨的反應說 哎呀 違憲啊 不行啊 難道真相沒有辦法 透過立法機制 來瞭解掌握嗎 我覺得吳思瑤 老實在真的有動 你怎麼會去跟黃國昌 討論違憲的問題 黃國昌會提出來 他是學法 他有所本 那你吳思瑤說他違憲 理由是什麼 他說啊 729號 裡頭講說 對於偵查中的案件啊 不可以 那個向警察官調閱案件 沒有錯 當時729號94是這樣沒錯 但是問題是 我為什麼一定要跟警察官調閱 我可以跟行政機關調閱啊 沈柏洋還跳出來 沈柏洋是學刑法的 他還跳出來跟黃國昌嗆聲啊 可是 我跟你講 沈柏洋你連日曆都不會看 因為很簡單 729號 這個解釋令什麼時候出來 民國104年5月1號 然後106年11月的時候 當時立法院還成立過釣業小組 查誰 他慶副案啊 後面兩年的 都可以成立 釣業小組來查慶副案 表示根本沒違憲啊 一樣是可以查 所以就向行政機關要資料 所以這到底哪裡違憲 這無事要 根本每天都胡說八道而已 那民進黨現在就是 死都不肯把證據拿出來 這件事情其實本來應該很簡單處理 你如果把證據拿出來 我們對 那就是當然 我們站在我們的立場 頂多給一個輔恤 那如果我們錯 那就認錯到先賠錢嘛 就是這樣子而已 本來只是一個意外事件嘛 就你現在非要把他上岸到政治事件 現在搞到大家都下不了台 那但是問題來了 現在誰在處理這個事情 海巡署在處理這個事情 請問一下大陸這邊有沒有說錯 海巡署是不是從一開始到現在 至少已經換了四種說法 就一直每天 隔幾天就變一次 隔幾天就變一次 剛剛相信他一個版本 對啊 明天又變了又不一樣 你想想看 這如果是一般的交通事故 你聽到對方延續換四種說法 你會不會抓狗 還在那邊講說雷達航跡圖有 影像也有 那還不給你 對 因為偵查不公開 偵查不公開你的頭 偵查不公開是針對誰 針對檢察官 書記官 司法警察 對這些人 因為他接觸到案子 怕會對兩兆雙方權益有影響 所以不能公開 一般人我為什麼不能公開 老實講我自己是當事人 我不可以公開嗎 而且實際上 他們有沒有 把案情公開 有啊 他們這一天講的不是全部都是案情嗎 他去立法院裡頭講的 難道不是案情嗎 所以 這些人都胡說八道到幾點 但現在問題來了 這件事情到底 民進黨的態度是如何 在我看起來 他們是不想談 因為如果想談不會放任 管閉林這樣亂搞 林卓水講說什麼 他們國安要瓶頸 不好該怎麼做 蔡英文你看 照理來講發生的這種事情 一定要召開國安會議的 請問一下蔡英文召開了嗎 蔡英文理都沒理 逛書展啊 到處去跟人家吃這個喝那個啊 蔡英文已經在擺爛了 不想管了啦 反正就丟給你管閉林去處理 管閉林隨便你處理 然後就搞得一團亂 民進黨要把事情做得這麼難看嗎 就讓我們拭目以待